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在这一期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临时失业援助金在今晚截止申请 截至到昨晚6点钟为止 一共已经有43万3千人申请了资助 而首批大约6万名的成功申请者 会在今天起的一个礼拜之内收到资助 第二单消息 近期的劏房单位似乎越劏越小 深水埗一个80尺上床下厨次的劏房单位 已经被火速租出了 另外 佐敦出现了太空仓的床位 其实类似于日本的胶囊旅馆 也就是以往的龙屋 月租全包是2100元 在说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失业援助金的申请情况 据媒体的报道所说 就说截至昨晚6点 已经有43万3千人申请了资助 但是这项数据就跟政府统计处所公布的数字 似乎是有出入 在3月的时候 政府统计处就公布了 去年12月至今年2月 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4.5% 比起去年11月至今年1月 是显著上升了0.6% 就算计算这个就业不足率 都是2.3% 两项数字加起来都不到8% 但是就有43万3千人申请了临时失业援助金 按照政府统计处的数据就说 香港的劳动人口是389万 故此用43万3千人 除回这个389万 其实那个比率就应该是11.3% 才是的 特区政府就适宜出来解释一下 究竟搞哪科了 到底是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字有失误 定义或现在有很多人去申请这个临时失业援助金 是骗钱的 定义或是两样的现象都出现了 是混在一起 这样就要出来澄清一下 如果不是四十几万人去申请失业救济 你就说失业率只有4.5% 根本上就是差很远的 究竟什么情况呢 当然有这么多人去申请这个失业救济 我认为这就是反映出第五波疫情 真的令到很多市民水深火热 没有公开的 如果不是就没有那么多人去申请这一万元 而且要交很多文件 又要有证明的 有强积金供款的等等 好了 根据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所说 说在已审事个案里面 约七成就已经获批了 有一成就明显是不符合资格 至于其余两成的申请个案 在申请日之前的一个月之内 只是连续28或者29日没有工作 可能就曾经做过一两日散工 或者差一两日才够30日的失业天数 因此就不符合这个申请要求 对于这批开工不足 或者是需要无薪假的人士 何佩玲就说 当局是会先保留个案 在申请期完结之后再审事 并且就会着情考虑向他们批出援助 计我说就应该要批了 是不是呀 你就是要别人连续30日没工作才批这么死板 批那些钱 解决别人的嫌微资格 就比拿钱去浪费 买垃圾 买口罩 买了那些检测工具 多余的 你给市民自己花好 是不是呀 这些一定是要宽容处理的 最多如果有人骗钱 你就抽查个案 再处分 我就相信大部分的申请者都是老实的 因为有个罚则在这里 除非他走去为了一万元铛而走险 那便抵他被人罚 好了 至于有一成的个案 为什么会不符合资格呢 当中不少就是月入超过三万元的个案 以及虽然放无薪假 但是并非在指定关闭的处所任职等等 这些又是应该要宽大为怀 是不是呀 有什么可能说三万元以上 你就不准失业救济他 这些都是一批的 你罚一次性的 为什么不给他呢 三万元老实说 如果你对于一个业入三万元的人来说 分分钟你给一万元他租也不够交 对不对 那个人本身也是有纳税的 为什么要不批给他呢 应该一时同仁的 反正你最多都是一万元的 至于说无薪假并非指定关闭处所任职 又是多余的 为什么那些人不行呢 人家没有关闭 但是没有生意做的 给你累到 那怎么样呢 比如说那些做零售的 大把都是放无薪假的 是不是才是停薪留职的 所以希望真是 宽容些处理 接着我们又看看另一宗消息 劏房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HK01报道 原来在深水埗 有一个近期已经出租的劏房 采用了福息的设计 这个位于深水埗的劏房单位 前段在网上招租 列明了单位面积只有80尺 并且房里面带有私人的洗手间 可治养猫脊 租金是2999元 现场观察所见 就说设计是下边厕所和厨房 上边是床 其实是类似滚架床的形式 就着现场所见 这个劏房位于深水埗的一栋旧楼 好,单位至少被劏开了成为三间房 那间劏房就一眼看了 厕所就没有任何阻挡或间隔 那是怎样呢? 下边的厨厨 就是左手边就是马桶 右手边就是洗手盘 就同一过来的 就在那里来煮食 当然啦 环境就是相当恶劣啦 好了 劏房的床下底设有抽气线 而且就有工作台面 可以摆放小雪柜 以及电子炉煮食 不过由于空间是相当狹窄 煮食时除了完全没有遮挡以外 还跟厕所极为接近 房门后边就放置了花灑来洗澡 同样又是没有间隔 但是花灑上边就已经是床板了 那变了是很容易吐到发霉了 睡床上方就被有冷气机和电视 至于洗衣机微波炉就放置在走廊 需要跟其他的住户共用 看见这些这么恶劣的居住环境 难为有帮十九专家 还整天猛走出来说 就叫市民少点去街 居家抗疫 在这些环境住得久不病 咬到病了是不是呀 厕所厨房和房间是同一个地方 不同你那帮专家 不同你那帮高官 有官邸住 有大屋住 有豪宅住 是不是呀 真的居家隔离又说不行 又要去荒仓 那为什么居家抗疫又可以呢 为什么不让人家出街呢 他出街起码 吸收新鲜空气都健康一些 或者去一下行山 去一下哪里 怎样都好 过在一间屋里 还要不是一个人住的 分分钟 一家几口 怎么拼在一间房子里 接着我们又看看 这个全港关注劏房平台成员 陈泳同怎么说 他就说 虽然近年越来越多这些 这样的角楼劏房 但是次厨和睡床 共处一室都甚少见的 他就说 环境是不人道 没有尊严 很离谱 不适合人住的 就算不讲卫生问题 由于床下底 就已经是这个主食空间了 质疑是否符合这个防火安全 而且就算有了这个劏房租管 但是就没有规管到劏房的环境 他强调住屋标准都同样重要 但是现时坊间不少业主都没有网管 故此一定要对证下药改善 住得差住得小的问题 实际 这些劏房火速来租出 一来就证明了 经济真的下行 再是动不动盲目停业的时候 就只会益这些劏房单位而已 二来 根本上这些劏房 为什么它会存在呢? 就是因为那个公屋轮后拆 真的排很久 当时建的那些方仓医院 就建得这么快了 叫你找地来建公屋的时候 又这么慢 这也是奇怪的 为什么建方仓 几天就说可以建好呢? 林郑月娥还说是 香港建造界的奇迹 七天建好 我不质疑你 你七天可以建好方仓 为什么七天建不上这个公屋呢? 不要说是公屋了 免得有些人特意拗紧 公屋起码是几十层的 预製件都建不了七天这么快 那你可不可以建一些临时房屋呢? 又或者我给你一个建议 既然现在建了这么多方仓的时候 疫情总有一天完结的 到时 将这些房仓清洁好了 消毒好了 可不可以原子保留 作为临时房屋 出租给这些劏房户呢? 问题起码解决了一大半了 如果肯做的话 是不是? 不要到时 又左推又躺了 是不是? 既然现在说 由李家超坐正 他对于那些盘根挫折的利益关系 就比较少来涉及 因为以往他和地产界关系并不密切 又吹捧到他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现在是时候可以做了 是可行的嘛 你不要告诉别人这些方仓 是不适合人来居住 是不是? 如果是的 那你没理由现在安排阳性患者 进去治疗而已 或者走进去观察也好 你什么都好 总之那个人就是 是烟斗斗地进去住的嘛 既然间新冠阳性患者 都可以进去住的时候 一般健康的人都可以 那你就让那些人自由申请 如果那些人说不行 我硬是要住市区的 这么犯贱的 住这些又贵又小的豆腐馆劏房 他都要住的 那他有自己的选择 但是有些人不是的 他说申请这些劏房太贵了 要住这个方仓 那你就便宜些给他了 是不是解决了问题啊? 解决不完也解决了大半 你起码公屋轮后拆里面 那条队这么长 你就让他去住这些临时屋 以前也有的 都是两层的而已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香港周围有的 以前那些叫做临时房屋区 也就是两层 一样是有冷气的 就像现在的那些荒仓那样 那为什么不行呢? 试试想这个方向 反正你建立好了 无谓浪费的嘛 是不是? 又要环保 起码用几年吧 这些荒仓 是不是? 那你说有些 不是的 要共用厕所的 那你就不要出租那些给人 那些时候 在河套区那些有独立厕所的 是不是? 那至于说 煮食的那些 你再慢慢改建 多个鲑鱼 这些 总之事在人为 肯做肯想就解决得到 什么都不肯做 又说要找地 没有建工 交易公园哪个人 都能炆得到的 是不是? 所以我认为 这个建议 值得特区政府来考虑一下 的 因为那些荒仓 反正建好了 那些钱又花了 你无谓等到新官员之后 就当是没了 拆回它 那又是浪费 是不是? 起了就照用 那当然 特区政府 有没有这样的魄力 来挑战那些 地产商的利益 挑战那些业主的利益 就另一回事了 那其实呢 老实说 租这些劏房的 他就根本上 没有能力租一个单位 来住的 所以我又觉得 对于大部分的业主 正常一点 理性一点 就没有什么利益损失 唯独是对于那些劏房的 无粮业主就有损失了 我刚才的建议如果落实的话 因为 普通的单位 三几百尺 租金一定比劏房 所以是两个市场来的 对于大部分人的利益 没有受损 对于小部分的业主利益 有受损 据民陈茂邦就是有一个劏房 波尔明浩就是搞这些东西 但是你有没有一个 魄力 有没有一个决心来的改革呢 看你啊 现在是不是要坐正 准备 好了 跟着呢 我们又看看 另一单的消息了 佐敦又出现了一些 所谓的太空仓 原来呢 这一个所谓的太空仓的劏房 直接就不是劏房 根本上我说 就等同于以往的龙屋 只不过它是现代版 做得适适正正的 类似于日本的那些 胶囊旅馆那样 一个人躺进去只有床 包什么呢? 包冷气 WiFi 水电 电视机等等 他还说交通方便 环境舒适 这个全包的月租 就是两千一百元起 即租即住 有三百多尺的共享空间 适合单身人士和上班族 就好过住劏房 当然那些什么东西 水电、WiFi、冷气 全部都是共用的了 这些所谓的太空仓的空间 就原来分了上下两排 每格就一个床位 勉强是足够一个人 是躺平的 里面有照明设备的 关上了房门之后 就近乎是密闭空间 所谓三百尺的共享空间 就提供有两格的厕所 一张工作桌 还有圆椅等等 好不好得过住劏房 就见仁见智了 租金真的比住劏房便便宜 两千一 但是真的只有床 这些根本上就是以前的农屋 只不过以前的农屋 就真的是很厉害的 真的弄个农出来 然后又没有冷气 又等等 这些就弄到很现代感的 但是又如何 都是反映到房屋和土地问题严重 希望李家超坐正了之后 除了练气功以外 都尝试一下大刀闊斧地去改革 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解决不了的 老实说 连这些农屋 都有人去租的时候 住房仓好过 你便宜些给他 比如说月租三个水 我想很多人会反映 好了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